不過的話,稍微來聊天一下 我剛才那個上次的部分 第一個 我把這個簡報再剝一下 環境部分 因為我們在上課 我講過是用 Eclipse加上 Punket環境 跟那個 開玩的Ideas 後來我 我稍微看一下,我發現 因為之前跟各位講 你們要用JSP JSP 它是屬於比較早期的技術 現在如果開發的話 通常會用ServerLates ServerLates還有版本的問題 ServerLates已經到 3.0的版本 上次朋友問到 Java JSP 有什麼不太一樣的地方 基本上,這個感覺 其實打個比方就有點 像跟那個 ASP跟ASP 之間的觀念 差不多 也就是說,因為後面 後面的新的那個 技術的話 它基本上 當然第一個一定是 比較完整的 物件導向觀念 那早期的這種 JSP的寫法 比較像是Squib 有點像是 文稻式的 所以 早期那個ASP也是一樣 那如果說你寫簡單的東西 其實還OK 可是你如果要寫複雜一點 或者比較大型的端子 用JSP來開發 也不說不可以 可是你會發現 問題會比較多 因為 在我們早期 為什麼ASP 現在幾乎沒有人在 開發新的端子 沒有人在用ASP 一定是用ASP 單內的 而且會用C-Sharp 主要原因第一個 C-Sharp這語言 當然基本上 跟JP的相似度 基本上 至少有七成左右 也就是說 它主要 比較接近是 衛電導向觀念 第二個的話 它當然 將觀的支援度 還有整個架構上面 也非常完整 那也就是說 Servate 它走的趨勢也不一樣 那現在最新的版本 是到3.0 那當然你說 我們上次的 這個ASP 能不能把它改成JSP 當然也是可以 當然 不用這個Servate 來寫是OK 可是問題是 我們現在 課程 當然還是以 學最新的技術 為優先 你不可能說 電腦這個領域 其實 治癒領域其實 沒有考古的 沒有考古的 舊的技術 不合用的話 慢慢你會發現 就沒有人用 所以早期的一些技術 慢慢就沒有 那我們這個 這部分是用Ecanibus 加Toncat Ecanibus 的話4.2 那Toncat 是7 7042 那這裡的話 第一個Servate 那Servate 的這個程式部分 各位可以發現 它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它有一個view的概念 這個view的部分的話 也就是說 我們將來 會有一個 UIL Mapping 那Mapping到哪裡呢 實際上這邊有一個Map 它有一個view 也就是完整的實現 MVC的架構的觀念 那如果說你不這樣做的話 你用3D就沒有辦法這樣 用MVC的架構來做 第二個的話 你會發現 它剛開始就Extence 它有一個Extence 它這個class名稱 後面的話 一定是Extence HTTP 的Servate 所以你會發現 它一定是用 繼承的觀念 那繼承一定是 繼承 HTTP 那裡面的話 一定會什麼呢 一定會實作一個什麼 Do-Get 和Do-Pause 那從這地方的話 可以取得 CliteGround的什麼 Request 跟Response 所以從這邊 你會發現 這個基本上 跟我們前面Java 組織 跟導戰觀念 基本上是完全不一樣的 如果說你用JSB來鑽寫的話 你會發現 不是 一下子有什麼標籤 百分比的標籤 然後開頭這邊 那邊 那邊 沒有發現 這樣的程式鑽寫 基本上不是很恰當 但是因為早期的 這個 舊版本JSB 你們現在看到的書籍 基本上也是 坊間的書籍 有一些舊版的 它還是用JSB 舊版的方式 來來鑽寫 那 各位當然也可以參考一下 可是最後呢 你的目的還是要把它改為 這個SURBLED 那裡面的話有些 比如說第三個是 設定回應的內容 另外的話 有幾個就是說 輸出的物件 這邊輸出物件的話 我們會多一個 這邊會宣告一個 就是 用一個PrintWrite 的一個 這個類別 然後這類別的話 有一個OUT 我們宣告一個OUT物件 或者實際上 你也可以直接用OUT物件 我印象中 在這個地方 其實 不需要OUT OUT物件 本身就已經是 這個隱含在 交換類別裡面 所以這地方的話 我們 要宣告 我們用PrintWrite 或者OUT物件 其實都可以吧 那這邊的話 我用什麼 Respond 點 GetWrite 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你們 相關的訊息寫到 剛剛一端的 這個畫面上面 那裡面的話 我們Rite 出去什麼呢 比如包含HTB 底下這個部分 Rite出去呢 實際上就寫到 寫到開通的Rite器上面 那從這邊到這邊的話 實際上就是什麼 這邊 這HT ML開頭 然後一個HEAD 一個開頭 一個什麼 一個BODY 那BODY裡面的話 就是直接跟 我們開通說 SayHello 那Hello 部分的話 重點就是這個Name 這個Name的部分的話 我們就把這個Name 的部分 取得 把它取得 取得之後的話 可以把它Rite出去 那也就是說 如果說今天呢 你可以丟一個 丟一個參數 那這個地方 丟參數 怎麼來的 特別注意 我們這個地方呢 你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個Stream的 一個變數 那這個變數 是一個Name 這個Name的話呢 可以丟給它 當然預設如果說 你直接Rune它的話 當然呢 這個地方它沒有東西 Rune我 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要取得的話 這個Sample裡面呢 就是什麼 從這個地方 你們Name 我們後面可以 加一個問號 那你會發現 前面這邊的話 就是它的Vue 它的Vue的話 就是因為 我們透過UIL Mapping Mapping之後的話呢 在那個 UIL上面 看到的 這一個名稱 就會是 我們Mapping之後 這個Vue的名稱 傳過來之後 這個名稱 傳過來之後的話 將來秀在畫面上面的話 就會是什麼 Hello 本來是No 現在就把它加上一個名稱 然後傳出去 所以這個地方 一個簡單的 一個 一個 第一個Sample 這是我們上次上課 講的第一個Sample 第二個 第二個部分的話 關於 Serverlet的 這個API部分 都可以稍微記一下 因為將來的話 可能再選擇 因為最後 我們還是一樣 在期末 因為上次 在Gramac 結束會有一個 期末測驗 這個期末 也會有一個 期末測驗 加一個Sample發表 所以你們簡單 再去思考一下 我們交的Sample 你們可以把它稍微改一下 改一下一個主題 比如說你可以 簡單做一個什麼 像 微網制 或者是一個什麼 電子購物的 簡單的網站 你不要做很困難 因為我們才三次上課 你不可能就搞一個 很大的專案 你不要 不用想 你就是弄一個簡單的 一個Sample就可以 但是Sample 你也不要太簡單 就是把我們的Sample 再複雜化 就可以了 所以基本上 我們期 這個部分結束 才會有一個測驗 測驗基本上 我看看 會不會就上機 實力實作 像上次是實弱體 也許 不然我就改成 選擇體的部分 反正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在最後一次上課 會有這樣的策略 然後也交一個 小型的專題 小型專題 不用太複雜 不要壓力太大 因為我看一下現在 剩下 這個 八個人 自然 自然淘汰嗎 算 像這樣的東西 你要真的有 有興趣它的辦法 而且你真的 這東西要 要懂 而且真的要很花時間 它一個小問題 都是一個大關鍵 當然你也不要 最怕就是 你知道 就是鑽牛角尖 因為其實有的時候 剛開始學習要不求聖經 學習成事聖經的時候 剛開始要不求聖經 我的觀念是這樣 因為你剛開始一定不懂 那不懂怎麼辦呢 你就把它放在心裡面 或者把它記下來 你就把它當成一個問題 那這個問題要怎麼找答案 我覺得慢慢你可以 就是去 各種方式 其實有的時候 我幾乎把 去書店 當成是一個習慣 每個禮拜都一定要去 一樣書店 你說 看這種東西 新的Service 3.0 新的技術 你說我 如果不update的話 那我還是跟不上 我還是不知道 所以像很多學校 現在教的 還是在早期的 那個 最早的 Squip那種方式 那實際上的話 跟現在業界要的東西 其實不太一樣 所以這部分的話 那這裡的話 有關Service API相關的類別 裡面總共有幾個 總共會有這六個 所以各位也稍微記一下 然後它 這地方要做import動作 所以各位可以在最上方 會有import import哪一些呢 一定是JavaX 這個X的話 基本上是extense 它不是原來Java的主類別 而是extense 延伸出去的類別 裡面有點什麼呢 servelator這個套件 這個套件 這個套件裡面 有個子套 有個子類別 子類別裡面的話 有這五個 分別是什麼 servelator exception 第一個 顧名思義 處理什麼 處理例外事件 例外事件 例外事件要怎麼處理 第二個是web-servelator 第三個是htb-servelator 然後第四個是request 第五個是respond 所以你會發現 主要其實應該是在 第四跟第五這個用的最多 因為呢 其實不外乎就是 其實主要處理什麼 剛一端的request 跟respond 你跟user做一個互動 所以這幾個 我想這幾個大概稍微記一下 另外就是說呢 你要把它引用進來的話 在Java裡面呢 你要有這些API的話 一定要做這個 把它引用進來的動作 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Library 你們在專案的結構裡面 一定會有一個Library 這個Library 就是這個函式庫 這個函式庫裡面 一定要有這個 如果你沒有這個的話 通常你會發生問題 就是最下面這個 最下面這個Library 最下面這個 這個Library的話 叫servelator.dashapi.gr 這個檔案的話 實際上是從這個API的 這個Library裡面 都取得 大概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沒有這個Library的話 那你當然Run 都有問題 因為你一Run 都會發生怎麼樣呢 這個 你有沒有看到 你們那個 每個專案裡面 應該都會有 這個專案部分的話 各位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應該是從這個 這個地方 比如說我這邊展開來 然後裡面的話 一定會有一個Run 然後有一個Library 各位可以看一下 Library裡面的話 有這麼多 然後有包含就是像 Toncat裡面包含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應該 servelator應該是放在 這個應該是放在什麼 在這個裡面 這邊有一個 servelator 所以這邊的話 你會發現在 在resource Java resource裡面的Library 各位可以去找一下 這個Library引用 在Java設計裡面 也非常普遍 因為你如果外部引用 任何的Library 凡是酷的話 都會從這個地方 進到裡面 所以這個我想 各位稍微看一下 了解一下 它一個相關的架構 Library裡面去找找看 那我們是放在Toncat裡面 所以你可以從Toncat裡面去找找看 那關於HGV Server類的 大家也了解一下 裡面有哪一些 哪一些方法 比如說像 Doug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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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比較常用 還有其他的 我想大概有一個觀念 就可以了 還有一個生命週期 然後呢 有關HGV Server類的部分的話 這個是我們 有個Service 這個Service裡面 當然第一個 你可以請求方法 然後呢 裡面的話 有一些Manser 那你也可以去判斷 比如Manser 如果是Get的話 要做什麼事情 如果是 其他哪一種方法的話 你要做什麼事情 從這個地方 也可以去做一個判斷 從Service的方法裡面 去做判斷 那這個地方 再來就是 使用At WaveService 這個我想 你舊的書籍裡面 都沒有說明 這是Service 3.0 可使用標註 那這個地方標註就是說 我們會有一個Mapping 我們不是最後 會有一個這個註解 那這個註解的話呢 也就是說 最後我們這個Service 可以Mapping到一個名稱 那我們在前面 辦例裡面都講 最後可以把Editor 後面加上什麼 加上一個.View 這個.View的話 或者有些書 是點度也可以 就是這個名稱 沒有固定的 沒有固定的 那個形式 但是一般我習慣用點View 那這個點View的話 就是將來 你秀在UIL上面那個名稱 這個是一個Mapping 也就是完全符合MVC的架構 它是一個View 它是一個View 那這邊的話 也稍微了解一下 因為在程式碼 前面開頭 都會有什麼 At 7Less的部分 我也可以看一下 之前我們寫的 像我們這邊的話 也有一個 我們之前的這個 之前寫過第一個 第一個Sample裡面 比如說這邊的話 Perser 我們有一個叫 Perser Server Lesser 然後展開來之後的話 那這邊的話 你可以看到的Source 我這邊有寫了幾個 比如說第一個 Hello的部分 這個 打開來之後 Hello Server Lesser 那這個地方 前面一定都會有一個 Add 這個Web Server Lesser 那你後面的話 就會加上一個名稱 那這個地方 其實就是我們 這個也是我們自己 加上去的 那這個是3.0之後的 一個標 這個一個 標度的形式 大概有一個概念就可以 那這個名稱 除了可以在這邊 標度之外 另外呢 你也可以自行 產生一個在Web.xml 也可以在裡面做標度 那這邊的話 也是使用Web.xml 這個檔案呢 不會自動產生 你要自己去產生 那產生之後的話 我這邊應該有 我看一下我這個 Sample裡面有沒有 這個地方有沒有 Web 通常是放在Web 這個Content裡面 會有一個Web的一個 Example 那這個裡面 我就在 WebInfo 對 這個地方的話 它是在 這個WebContent裡面的 這個WebInfo 這裡面 然後呢 我就自行新增了一個 這叫Web.xml 那這個Web.xml 有一個基本的架構 這個 這個基本架構 你可以自己在這邊 去產生之後的話 裡面的話就是 它的標籤形式的話 第一個當然定義 就是 Servulator 的Name 它的名稱 比如說我們叫做 HelloServulator 那底下的話會有一個 這個 class的名稱 那通常這個地方 它有一個Domain的架構 然後 再來是 OnStop的 Load的 這個 然後再來一個 Mapping 主要是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把Mapping 寫在這個地方 Mapping的參數 的部分的話 除了說 用那個標籤的形式之外 你也可以在這個地方定義 也就是在這個Web.xml裡面 去定義這個名稱 這個是用Web.xml 的方式來做 那裡面的話 相關的描述檔 大概 了解一下 但這部分的話 Web.xml 不是必要的檔案 不是必要的檔案 這個一個 一個 項目裡面呢 你也可以自己在這邊定義 OK 然後 它會覆蓋這個 Servlet中的標準設定 也就是說 如果說你今天 有Web.xml 也有這個標準的話 那以哪一個為優先呢 有標準有沒有 然後又有這個 兩個都有的話 特別是有 通常 會以什麼 Web.xml 為優先 如果兩個都有的話 它會先看這個有沒有 有的話先用它 沒有的話 再去看標準 OK 然後 然後呢 可以使用標準 來做預設值 然後 Web.xml 來做之後修改 所以 如果沒有標準 就是 沒有Web.xml 就用標準 來當預設值 大概有個概念就可以 那裡面的話 相關的對應 其實找出 註冊的這個 這個 Hello 有的叫點View 有的時候 有的書上是點Do 那找到之後 對應到的網址 對應到的名稱 其實這個只是一個 對應關係而已 再來的話 根目錄部分 各位可以在 每一個 發展 每一個專案裡面的話 也可以去設定 它的根目錄 不過一般 預設當然就是 以專案名稱 當成是它的根目錄 所以 我們的網址 後面的話 會有一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名稱 目錄其實就是 網址的目錄名稱 其實也是專案名稱 但這個地方可以 可以做修改的 修改的方式的話 也非常簡單 比如說 這個 這個名稱按右鍵 專案上按右鍵 有一個 Properties 然後呢 各位可以看到這邊 就有一個什麼 叫做Web的一個 發展的 這個一個 那當然 它會用這個 當成根目錄名稱 不過這個部分 你也可以做一個修改 如果你修改這個地方的話 你的 根目錄名稱 也會跟著修改 是直接在專案上右鍵 這個Properties 稍微做修改就可以 OK 那其他的話 這個是也是 web.xml裡面 有三個名稱 UIL的一個 這個 Pattern 然後 Pattern 它的邏輯名稱 跟它的註冊名稱 跟它的實體名稱 跟它的實體名稱 在這地方 會做名稱的設定 另外的話呢 它的組織架構 一個 專案裡面 裡面 一定會有 web.xml 裡面的話 就會放一個 這個時候的 web.xml 一個部署的描述檔 然後 Library 你如果說 有額外的 JAR檔 你也可以把它放在這裡 另外的話 有CLASS檔 你也可以把它放在這個地方 那Others 其他的相關專案 你也可以把它放在 Others的目錄裡面 那最後的話 也可以做封裝 封裝成一個名稱 叫做WAR 那如果 Toncat 發現有 web.xml 的目錄 有這個 WAR的檔案的話 它會將之解壓縮 並載入 web.xml 應用程式當中 所以你要 你要放在哪裡呢 web.xml 的目錄底下 所以各位可以找一下 在Toncat 裡面 這地方有的這個 這個目錄 我們可以把它做一個壓縮 可以做發佈的動作 OK 然後再來的話 URI 那這個 URI 的部分 它的 總共會有三個訊息 包括 Context Path 跟ServorLate 跟PathInfo 總共會有環境路徑 ServorLate 跟路徑的相關資訊 然後我們可以用什麼方式取得呢 可以用HTTP 的ServorLate 裡面的 GET Request URI 的這個方法去取得 這個好像我們上 上一次上課裡面有練習到 有一個練習 練習的話 就取得 取得相關的訊息 這個部分的話 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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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 這個範例裡面 有沒有 這個範例裡面的話呢 就是我們可以取得什麼 取得從哪個地方 特別注意這地方 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取得 這個 GET Request URI 把它秀出來 那這個 從哪邊得到呢 從 REQ 的這個 其實就是 request 實際上就是從哪邊 從這個地方 也就是說 從外部的傳過來的參數 這個參數 是由 HTTP ServorLate Request 傳過來 那傳過來裡面的話呢 基本上我們可以用它裡面的方法 叫 GET Request URI 然後呢 Context Path 跟ServorLate 還有Path Info 會有這幾個東西 把它秀出來 這個是我們上次上課 那各位可以看到 秀出來的結果的話 就會是怎麼樣的 第一個 各位可以看到 Request URI 它包含什麼 包含這三個 1 2 3 這三個 有些第一個的話呢 是 Context 我們第一個就是Context 然後第二個的話是 ServerLate 的Path 的路徑 第三個的話就是 這個 這個ServerLate 的一個 相關的Path Info 會取得這相關的訊息 那這個訊息部分的話 將來也會有可能會用到 所以大家要了解一下 從哪邊去取得 那再來的話 相關目錄結構 我想各位稍微了解一下 Web 相關目錄結構 了解一下 然後Web Info部分的話有這些東西 剛剛有提過了 OK 然後 JAR檔部分 可以用到JAR檔 我們可以 在 可放置 ServerLate JSP 指定的相關檔案 然後也可以放 可以在JAR檔案的 這個 Meta 這個 Info 的檔案裡面 放置靜態的資源 或JSP 等等 可以利用JAR檔的方式來做 其他的話 我想 內別的尋找 因為剛剛有目錄 OK 那其他要看頁面 再來的話 這個叫 Web Fragment 這個Web Fragment 現在一般 比較少見到 不過將來 我覺得這應該是未來的趨勢 因為在一個Web檔案裡面的話 它有一個Web Fragment 把它做一個 分一個 一個一個 section 一個一個 section 這是3.0之後 制定的 Web Fragment 大概了解一下 有一個區段 這個區段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從Web Fragment 這邊 定義這個區段 所以說 一個 一個Servalate裡面 就可以放置 好幾個 Fragment 大概了解一下 比如說321 或123 你可以定義 一個檔案裡面 一個Servalate裡面的 這個Fragment 部分 大概了解一下 那其他的話 我想 各位可以稍微看 那上次的課程裡面 我們有讓各位做一些練習 比如說 同學比較會 confuse 的部分 就是說 比如說 早期的開發方式 跟現在新的開發方式 到底有什麼 不太一樣的地方 我們舉一個例子 來看一下 比如說 這邊我舉一個 像 各位畫面上面 我先把它弄起來 就是這樣 早期的那個 開發方式裡面 比如說 我今天要設計一個什麼 我先把那個 做出來的結果 各位看一下 一個很簡單的一個Sample 比如說 各位可以在畫面上看到 我把它弄起來 第一個 比如說 我今天要把 某一個訊息 這個是前端的一個FORM 這個FORM的話 比如說 我按一個Summit 上面有個Summit Query 我要查詢 那比如說 我可以把這個訊息 這個訊息 這個訊息 傳遞到 下一個 就是 傳遞到 JSP 就處理的話 那傳統的方式 大概類似這樣 我按一下 Summit Query 那這邊的話 會顯示 假設我今天 要顯示什麼 Hello 然後把這個地方 比如說我剛剛提起 吳老師 底下的話 試試看 奧子物件 把這個訊息給秀出來 實際上這個是比較 早期的方式 非常簡單 也就是第一個 各位要先 會做什麼 表單的部分 那表單呢 就是 基本的HDM 所以第一個要做表單 第二個的話 我如何 從 JSP 裡面 取得 傳遞過來的 這個參數 所以這裡的話 基本上 各位稍微記一下 這個畫面裡面 等一下請各位 就是說 先新增一個 你在我們上次專案裡面 就可以直接在根目裡 下就可以 這個叫一個 Web Content 那如果將來 各位要在這個地方 建立一個 比如說網頁 或者是一個 JSP 的檔案 都可以從這個地方 建立的方式 按右鍵 你有一個什麼 第一個呢 請各位 用一個HTML 一個File 那這個File名稱的話 比如說我這邊 取名字 叫做 Weating 或者前面加一個01 我們第一個File 01 底線 Greeting 都可以 然後按 直接這邊 把它改一下 Greeting 直接把這地方 點HTML 那這裡的話 我放在 Web Content裡面 下一步 那這地方的話 它會自動幫我 產生一些東西 包含就是說 上面的那個 相關的Type 的定義 然後HTML 開頭 然後一些 HEAD 開頭 這個我想它都自動幫我 定義好了 然後一個Finish之後的話 它就會產生相關的 我要的部分 那我把這個地方 打開一個 那其他部分的話 請各位 自己再把它加上去 不要是這個地方 在這裡面的話 這個是HTML 的設計 一定會講到的 就是一個 如何製作一個表單 那表單部分的話 特別注意呢 裡面要包含哪些東西呢 第一個就是說呢 Fone的 開頭在這裡 裡面有一個 定義幾個東西 第一個是什麼 它的Mensure 這個Mensure 部分就是它的方法 那主要 只有兩種 應該都記得 第一個是什麼呢 第一個是Greeting 第二個是什麼 Pause 兩種方式 那上次上面也講過 這兩種方式 差異點在哪裡 然後 後面的話 一定會加一個標籤 叫Action 那這個Action 就是說呢 你要丟給哪一支 JSP去幫你處理 也就是說 這個有一個 有點像 今天 有點像打棒球一樣 我今天 球要傳給哪一個 比如說 我要從這個 本壘要傳到一壘 那你就告訴Action 就是要傳過去的 那個目的 的一個 接收的 JSP 那後面名稱 因為我 等一下要再增加一個 就是01底線 Greeting.jsp 所以特別注意 而且要放在 同一個目錄裡面 你不能還有個 目錄裡面還有個 資料夾 如果有個資料夾 你就要在前面 再加一個資料夾 名稱 那當然這個地方 Action 有的 有的那個 Programment 會把它寫成 絕對位置 前面講講 HTTP 但是 我覺得 有時候 在位置上面 除非你已經固定了 否則你練習的話 還用相對錄音 會比較薄 然後再來的話 這邊 後面會有兩個 Input Type 一個Input Type 是Test Test 指的是一個 Test Box 然後上面 會有一個 預設值 Value 就是吳老師 或者你的名稱 然後Name的話 叫什麼 Name的話 叫Data 然後有一個Input Type 叫做Summit Summit 就是一個按鈕 所以增加一個Test Box 加一個Summit 然後最後結束 這個FORM 這樣的話 就會做出一個 表單出來 這個是最簡單的 如果將來各位 要做表單 都是一樣的方式 當然 你也可以透過 那個什麼 也有人透過 像Juliever 來做 做一做 再把它摳過來 也是OK的 因為在Juliever裡面 有圖形化界面 你把它拉過來 然後再參考Source 也是OK的 或者甚至有人 是把它 就這個兩邊 有一些 透過圖形化開發工具 當然沒有問題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第一個 表單部分 就完成了 所以請各位 第一個表單做 那表單做完之後 我怎麼去接收 而且秀出 有點像我今天訊息 丟過去了 那我要怎麼把它 接收到 那這邊的話 我想各位 來看一下 這邊第二個 sample 第二個就是 它的畫面 要接收的話 接收部分的話 這邊 看一下 把這個 我會把它拍照一下 你看這個 比較清楚 那再來的話 請各位 新增一個 JSP的File 那JSP的File 新增的方式 也非常簡單 之前 你們也是一樣 在 WebContent上面 按右鍵 這邊有一個 New JSP的File 那JSP的File 名稱的話 各位 我這邊是取一個 01底線 那這邊的話 你可以取一個 這個名稱 Finish 應該就直接Finish 就可以 Finish之後的話 Finish之後 OK 謝謝 那裡面呢 有一些 它已經幫你 定義好的部分 都非常最基本的 然後Finish之後 就會產生一個 新的 OK 這樣比較清楚 然後呢 再來 我們來看一下 裡面的基本程式 有哪一些呢 基本上 上面部分 都不用考慮 Title部分 給它一個 比如說叫 Greetings 然後呢 那我們要怎麼取得呢 這個是比較 用什麼方式呢 用比較傳統的方式來做 那裡面 你會發現呢 如果用 JSP 傳統的方式來做 就是用 Squip的方式來做的話 它一定要 什麼呢 在 Server 端區狀的話 一定會有一個 標籤 有沒有看到 這邊就有一個 一個 小於百分比 那結束的話呢 是一個 百分比大於 也就是說呢 程式的區段在這裡 這種寫法 跟那個 早期 ASP 或早期 PHP 的寫法 如初一側 一模一樣 這個是一個 比較文导式的 傳統方式 那 各位可以看到 在這裡 我們一樣會取的一個 S 那這個 S 的話 是從哪邊取的呢 一樣是從什麼 Request 點 Get Elementor 就是參數裡面 那這個名稱的話 有一個 Data Data 的名稱 實際上就是 Textbox 上面的名稱 對不對 然後後面的話 特別注意 因為我前面特別強調過 就是說 我們在 預先專案設定的時候 會先把 所有的 專案跟文件 都設定為 VTF-8 所以你在 Get Byte 後面呢 請注意一下 你不能用 很多書裡面是用 BIG-5 如果你用 BIG-5 過來的話 就完了 所以這裡的話 就要用 一個 ISO-8859-1 然後 後面傳過來的 也是 UTF-8 那這個部分呢 一定要做 如果沒有做的話 應該會是亂 應該是亂 那 取得了之後的話 它會把它存在哪裡 存在 Name 存在這裡上面 然後 後面的話 就是HELLO 然後把它秀出來 就秀出來的方式 是什麼 就這個 就是一個 也是一樣 小於百分比等於S 然後一個百分比大於 就是把這個東西秀出 S的參數 因為 要秀層次的話 一定是包在裡面 那 最後的話 再 print出去一些訊息 比如說 我希望在AUST裡面 點print line 然後把這個 後面加上什麼 試試看 AUST 物件 然後這邊的話 把它秀出去 看到最後結果 就是這樣 就像這樣子 應該 可以理解 好 那 上一個 這個類的 那邊